好 等一下 等一下 OK了 好 倒數三天 杏杰姐心情怎麼樣 度日如年 那麼嚴重 會睡不好啊 肯定是不會睡得好的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 真的是第一次在我的身心經歷這個 舉辦演唱會的前夕 我就一直很希望趕快跳上舞台 因為每一天在等待的那個過程 是有點煎熬的 因為你有很多的忐忑 雖然已經準備得非常的充足 但是還是 不知道自己當天晚上的表演 是不是能夠達到自己的要求 然後也 但是也很期待就是了 很期待跟大家在這樣子的一個舞台上相聚 剛剛的練團完全看不出緊張的感覺 我當然不會讓你們看就這麼緊張 其實 不會 我覺得我好像一拿麥克風就不緊張了 所以我就一唱歌就不緊張 我就一直很想上舞台 對 我覺得以前當歌手的時候 或者是當演員都是這樣 就是你在正式表演之前 都會特別緊張就覺得全身不對勁 人家覺得胃痛 人家又覺得好想上廁所 頭痛 然後睡不好 但是只要你一到表演的時候 你好像所有的症狀都好了 然後可能我覺得這個壓力跟緊張 也是一個很好的推動力 會讓我們要把自己準備得更好 準備了好幾個月 最累的是哪一部分 最累呀 嗯 其實我 我沒有覺得很累 對 是心情 心情上比較累 對 就是那個不確定會比較累 因為 我覺得準備的時間很長 對 然後 練唱也練了好多個月 而且小芬姐非常的專業 我覺得跟她上課以後 我的聲音有被提升 嗯 整個聲音的表現 比以前更寬 就是我覺得 嗯 已經 我的聲音好像準備好 就是可以來演唱或演出這樣子 然後 因為我 也不用練舞嗎 因為也不是 對 所以我就是上上肢體課 然後其他的 當時節目我們籌備了很久 對 到時候你們在演唱會上看到的節目的 這個很多的安排 或者是我講的話 全都是我自己寫的稿 嗯 我很早以前 其實要辦這場演唱會 是我自己決定的 我決定的那一刻 我已經知道我 心裡想跟我的歌迷說什麼 然後 想做一個 怎麼樣的一個概念的演唱會 所以呢 呃 我在這半年裡面 只要有時間 我就會坐下來寫 然後呃 就是很早以前 就把這個東西都整理好了 嗯 有什麼驚喜橋段 可以先透露一下 剛剛說不會跳舞嗎 還是其實 驚喜橋段啊 對啊 呃 裡面會有一些 非常好玩 甚至很好笑的橋段 但我現在不能講 對 但是我覺得大家一定會在現場笑到不行 因為 呃 我自己在 欸我不能講 哈哈 剛剛差一點就要講出來了 剛剛差一點就要講出來了 對 我覺得 呃 我覺得因為我 呃 我已經很久 沒有出來唱歌 然後呢 一直在當演員 當演員的時候 都是在 演示別的角色嘛 所以我們每一次出來 幾乎都是在說我們 演的那個角色 那大家可能已經很久沒有看到 非常真實的李心潔 所以在演唱會上 你們會看到這一面 前陣子有跟北六董事長 小林老師一起拍片對不對 啊 對 裡面有說到說當初其實是他 激推你選北流的 可以再跟我們回溯一下 當初進到北流的 當下感想是怎麼樣 呃 你小林姐嘛 當然叫我去看一下北流 結果我看了好幾個場地 然後到了北流的時候 我一站上那個舞台 我就愛上北流了 因為可能以前我也演過舞台劇 所以北流那個場地 我感覺很熟悉 有點像那個音樂舞台劇的這種 這種舞台 然後跟觀眾的距離也沒那麼遠 所以我那時候就 就看著那個寬宏的負責人雅欣 我說怎麼辦 我很喜歡這個舞台 我很喜歡這個場地 然後他就這樣看著我說 好啊 你決定 你要決定哪裡 我們都幫你辦 對所以我真的很謝謝寬宏 然後也很謝謝 我們的滾石唱片公司 是他們真的一直鼓勵我 一直支持我 才讓我有這個勇氣 站上這個舞台 前陣子忙跑宣傳 有上小S的節目嘛 有時候你們原本 跟大小S是閨蜜 但後來因為一些原因 所以 見行見遠嗎 是發生什麼事 可以再幫你講下嗎 我那天真的被小S逼到有一點 不知道該怎麼辦 其實也沒有啦 因為我剛到台灣的時候 很初期也是認識他們 那那時候台灣的年輕人 叫Y世代嘛 那你知道我 從馬來西亞那個小城來 然後馬來西亞的那個節奏 非常的慢 所以呢 我就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我自己 不知道怎麼表達自己 因為他們說話的那個速度 實在是太快了 然後我就有時候 我整餐飯煮坐那邊 然後一句話都沒說 然後後來 當然他們非常照顧我 我真的很謝謝他們 我剛到台灣的時候 他們很照顧我 那可是因為後來 我也離開了台灣 然後也轉型當演員 就比較少聯絡 其實也沒有發生 特別發生什麼事情 那雖然我們沒有很少見面 但是我都會關注他們的一些發展 拿消息啊 還是會關心他們啊 對 那不想邀他來看演唱會啊 邀請他們來看演唱會嗎 是吧 他們 我們的團隊有邀請過他們 對對對 所以那一次錄影的時候 見到小意思是相隔多久 哇塞 我看至少有二十幾年 可能中間有見過 但也不是真的相聚 對 但是我們 我記得 我就上那節目 就是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在後台有見到 然後一見到就報了一下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還跟他流了電話 說下次我有時間的時候再找他 對 有期待之後要一起去做些什麼事嗎 其實我覺得 呃 像我們 像我們這樣子的 年紀或是這樣子的朋友 就是我覺得相聚的時候 就是吃個飯 然後真正的是 我覺得最主要是聊天吧 真心的聊天 然後彼此也了解一下 就是我們沒有在相聚的時間裡面 大家經歷了什麼樣的事情 可能就是這樣 嗯 好 謝謝 謝謝